都通了东西 拆开纸箱出现超多核不明药品 包装上印着哈尼粗的标志 还出现蜂蜜图案 乍看之下是健康食品 但其实这些药是毒品 警方接获先报 有人从国外网页购买非法减肥药 再邮寄到国内食用 马上群线将人逮捕 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 日前接获财政部官务署通报 有民众从泰国邮寄 含有第四级毒品 需不取名成分的胶囊来台 透过收件地址 他们陆续逮捕了四名嫌犯 根据了解 西部取名是属于中枢神经抑制剂 可以轻易抑制食欲 所以成了泰国两种品牌 减肥药的成分 不过它的副作用 可能有猝死或者是失明的风险 所以台湾将这种药品 列为四级毒品 避免有民众务实 病科最高 新台币五百万元罚金 警方调查四名嫌犯都是泰国人 因为追求快速减肥的方式 加上不懂本国法律 所以从国外进口 但这已经违法了 为了轻松减肥 这四人恐怕得面临最高五百万的罚金 TVBS新闻理传農 两百一台中采摩到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